去年918地震造成花东铁路负礼制玉礼段受损无法通行 台东县府启动TTGO专车接驳 利用9人坐休旅车 从台东火车站接送民众往返玉礼站 协助乘客往返北东 如今县府宣布将升级2.0服务 以相同模式扩大提供全县15乡镇居民 点到点预约接驳 民众只要透过网络预约 就能轻松在家等车前往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包含违建站 包含乡公所 包含学校 包含有公共聚集人口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当作station的概念来推动 偏乡地区要叫车很不容易 加上路途遥远 车资高昂 尤其部分村落更没有客运进驻 居民交通成了一大问题 台东县府透过建制TTGO 预约接驳平台 整合计程车幸福巴士 及所属接驳团队 提供居民点到点接驳 至于车资部分 则依既乘车费率计算 但民众只要自付50%的费用 剩下50%由中央补助 相对共同达成的人数越多 每人负担的车资就会越少 台东县民最需要从他的家 到公共运输点 人群聚集或公共运输点 这个最后一旅路 其实是台东县最最需要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能够好好为乡民服务 因为那边的那个交通都付方便 当然可以二次就业 因为刚好失业中 对 很好的机会 真的很好的机会 我会加油 或者本岛乡镇 另外兰嶼丽岛 也都纳入服务范围 且幸福秉持在地人 服务在地人的精神 大力招募自有车辆的居民 投入司机的行列 创造服务与就业双赢 预计明年1月5号正式上线 远世新闻 如论台东市采访报道